是的,缅甸军方政变扣押文人领袖和撤换政府高官以后 各大城市今天大致都平静下来 根据我国驻缅甸大使馆的记录 当地一共有至少600名我国公民 不少人都是携家带卷的 大使馆昨晚透露 旅缅公民主要是商人和为不同企业工作的专业人士 从昨天早上开始 旅居缅甸的国人就陆续打电话到大使馆 针对当地的安全局势寻求意见 使馆也敦促所有旅缅公民保持冷静和时刻警惕 遵守当地政府所发出的安全通告 大使馆指出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点半开始 手机互联网服务就持续受阻 直到中午才恢复正常 银行也因为网络问题暂停运作 中午时分 民众开始在提款机前大排长龙 旅居缅甸的国人如果需要外交支援 可以透过荧幕上的电话号码或电邮联络大使馆 中午时停运作